放眼全球最贵的汽车 那还得当属汽车中的超豪华品牌 劳斯莱斯福影Bolttail 售价高达1.8亿人民币 全球限量三台 是劳斯莱斯车身定制部门 为客户专门定制的双门轿跑车 一辆车需要20人的团队 花费4年的时间纯手工打造完成 虽然纯手工精度 还真不一定有智能生产线精准 但是贵在4年这么多人的人工费上 福影设计理念来自游艇 拥有倾斜的帆布车顶 以及木质面板的狭长车尾 这全球限量的三台福影 都是名车有主 生产前客户提前预定的 据说还有一位神秘的中国买家 在设计方案提出后 三位客户均表示赞同 于是在劳斯莱斯的协调下 三位客户均同意采用 同样的外观设计方案 只是对外观的颜色 类似细节进行高度定制 第一辆福影已经在2017年交辅完成 而第二辆在21年 由珍珠行业大佬委托后人 为其定制并交辅 劳斯莱斯福影配备了6.75升 V12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为563马力 最大扭矩为850牛米 这款车的动力表现非常优秀 同时全新的福影 还配备了8速自动变速器 以及四轮驱动系统 车辆工程方面 有着专为本车打造的 1813个全新零件 福影还配备了叠意式参巴 内置了许多实用的功能 例如制兵机 伯根地的酒具 以及独立的玻璃柜 那么问题来了 对于1.8亿小目标的 全球最贵汽车福影 大家有勇气 分期拿下它吗